只见一条大鲨鱼正在紧跟弯鳄 看鲨鱼的样子 似乎准备偷袭弯鳄 它是否能成功拿下这头弯鳄呢 弯鳄是鳄鱼当中体型最大的 同样也是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 成年后体长高达7米 体重约为1000公斤 它们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主要以泥蟹、龟、巨蟹及水鸟为食物 部分体型大的弯鳄能够捕食到水牛、牲畜 和野猪等 甚至有时还会捕食鲨鱼 可谓是一个巨型的杀戮机器 所以很多动物碰到它都是避而远之 可是有些动物却反而把它当成狩猎目标 比如这只弯鳄正在海中狩猎 太专心的它 却忽略了身后的危险 可以隐约看见一条鲨鱼从海底窜出 看它行进的步伐 似乎对眼前的弯鳄有想法 此时的鲨鱼正悄无声息地接近弯鳄 而弯鳄还自顾自地游着 根本没有察觉到后面的鲨鱼 鲨鱼慢慢缩短了与弯鳄的距离 现在只有一步之遥了 就在我以为鲨鱼要发动突袭的时候 它扭头游向一边 但随后又跟了上来 估计鲨鱼还没有做好攻击准备 你说前面的弯鳄心是有多大 后面跟着这么大的掠食者 居然毫无察觉 就在这时 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鲨鱼没有再继续跟随 而是掉头返回 难道鲨鱼觉得眼前的鳄鱼自己拿不下 不过看双方体型的话 确实弯鳄体格要大些 但是这是在海里 是鲨鱼的优势地盘 灵活度肯定比鳄鱼高 可谓是尽可攻退可守 完全有的一拼啊 正在往后撤的鲨鱼 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再次转头向弯鳄游去 但是问题来了 鲨鱼要如何才能拿下皮糙肉厚的弯鳄呢 而且鳄鱼的力尺一旦反咬到鲨鱼 再配上其死亡翻滚 鲨鱼不死也得脱层皮了 所以双方一旦打起来 鹿死水手还真难说 这可能就是画面当中鲨鱼 有多次偷袭的机会 却都不敢进攻 只是在弯鳄身边徘徊的原因吧 但是鲨鱼作为掠食者 眼凑着这么一大坨食物 在眼前晃来晃去 他又舍不得放弃 只能说这是一头纠结的鲨鱼 想吃鳄鱼肉吧 又怕拿不下 想一走了之吧 眼前的诱惑又太大 看他这个情况 我觉得都不像是要捕猎鳄鱼 反而是在后面护送鳄鱼离开 最终可能鲨鱼也觉得对战鳄鱼 心里实在没底 在浪费了大把狩猎的时间后 只好默默地离开 消失在了大海之中 而另一边的弯鳄 可能都还不知道自己刚刚经历了什么 他依然自顾自下地受制裂 完全不知道刚刚的凶险 那么屏幕前的你觉得 如果真打起来 鲨鱼和弯鳄水会胜出呢